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句话形容他是 天宫里的典范 典范顾名思义就是 行为举止很端庄得体 宿景因为他从小 失去了他的族人 他被天君带到天宫里 之后应该是 步步为营 为自己的每一步都算计好 做好打算 但是后来因为喜欢叶华得不到 做了很多措施 宿景他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他对叶华的爱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为了这份 他所谓的爱 去伤害宿祖 不如伤害白浅 乃至后来伤害叶华 我觉得他在 伤害别人的过程中 他不知道 其实伤害最大的是他自己 我觉得宿景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色吧 让我挑战了自己 我觉得最好的感情应该是 两个人互相给予的 但是在宿景跟叶华的这段感情里 我觉得宿景的一厢情愿可能会更多 就为了爱不择手段 伤人伤己 然后最后自己得到了应有的抱怨 所以就用了那句话吧 就天道轮回 所以恶有恶抱 这个是最后白浅对宿景说的 就是你最有应得 他最后也是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 这世界很酷